今期国度一分钟会和大家一起进入吹角的时候 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角星 是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 借着角星招聚百姓去迎接他 这一个角星是由天上而来 可见吹角是由神亲自设立的 圣经中也提到耶和华亲自吹角 他的同在也有角星伴随 号角SO FAR就是圣经中提到吹角所用的乐器 当时大部分都是用较短的阳角 而今天广泛被利用的 比较长而螺旋形的就是小船角凌阳角 他们大部分是由非洲进口的 犹太传统主要吹角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是吹号Tekia 第二种是短号Sufarim 三个短音 第三种是景号Tarua 连续九个短音 最后是长号Tekia Gadola 很长的角星 圣经里面吹角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和目的 首先就是节期 我们要留意吹角节 就是犹太历的七月一号 也就是犹太新年 他的意思就是吹角的日子 要吹角作纪念 这些都是圣经提到的 而七月十号就是熟罪日 圣经说要大声吹角和全地吹角 第二个用途就是招罪日 素罗、基颠和尼希米 都曾经吹角来招罪以色而言 第三个目的是赞美 诗篇说要用角星赞美神 之后还有欢庆 诗篇说要用角星和号筒在神面前欢呼 而大卫亦都在神的约柜面前欢庆、吹角 吹角亦都可以用来争战或者发出军事指令 例如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又或者基颠攻击米颠军营的时候 而先知耶利米亦都多次用吹角 来预备以色列人打仗 另外吹角亦都是一种警号 守望者要吹向号角作为警号 又可以用来警示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 第七 吹角亦是重要宣布时所用的 例如纳王 包括所罗门王、耶护和厄沙龙等等作王的时候 都有角星 最后 末世的时候亦都多次提到吹号 可见末世很多的事件 无论是号筒或者号角 他们都和末世非常有关 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吹角 Takia Takia 请大家奉献支持国度复兴部跨平台媒体事工 邀请你来like或者follow国度复兴部的Facebook专页 让我们为了神的国度随时随地讨告守望 请不吝点赞